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2月24日 我们首先还是来分享一条今天财经新闻的头条 今天早上盘前,美国商务部公布了1月份的核心价格指数 那么这也是美联储最关注的宏观数据之一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PCE指数 1月份环比上升了0.6%比去年同期上升4.7% 那么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是PCE环比上升0.5% 比去年同期上升4.4% 那么这样看来,就今天公布的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超出了预期 也就是说通胀比市场预计的更加恶劣 那么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在内的整体的PCE指数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了0.6%和5.4% 那么今天商务部还公布了另外一个结构性的数据 就消费者支出增幅也高于预期 当月增长1.8% 那么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是增长1.4% 那么这个支出也高于预期 个人收入的增长在1月份的增长1.4% 那么也高于华尔街预期的1.2% 个人的储蓄率也有所上升 升至4.7% 那么与其他的通胀指标相比 美联储更密切的关注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标 因此指数根据消费者支出习惯进行了调整 比如用较低价格的商品替代比较昂贵的商品 这样更能准确的反映生活成本 所以说美联储呢 他更关心这种核心通胀 但是今天核心通胀呢 比大家想象的要糟糕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头条新闻呢 给大家传递的主要信息 那么市场迅速对这个糟糕的数据 做出了一些反应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 在今天早上数据公布之后 市场对下个月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 上升至33%左右 在之前几乎一边倒的认为 3月份加息25个基点 但是由于这个糟糕的核心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那么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呢 美联储应该加息50个基点 所以这也是今天美国市场明显成压的根本原因 那么从现实生活中感受也是这样的 就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涨价 而且呢涨价变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行为 在去年到餐厅去吃饭 有时候呢 这个餐厅的这个服务员呢 他还解释一下 由于这个通胀啊 我们这个涨了一点价 哪一个菜单涨了一点价 现在在去年涨价就继续涨 与去年不同的 就现在没有人跟你解释这个涨价了 都变成一种理所应当了 理直气壮了 所以说RT感觉呢 这个现实当中的通胀啊 比我们讨论这个投资 和财经媒体讨论的这个通胀 似乎要更严重一些 不知道其他生活在美国的网友 有没这个感觉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昨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 呼吁要求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 立即撤出的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呢 他们起了个名字叫 公正持久的和平决议 但是RT也注意到中共的党媒 他们故意的故弄玄虚 他们故意翻译成和平方程 这个不知道他们是依据什么翻译的 他们就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太了解 这个联合国通过了什么决议 或者是来抽象 模糊这个协议的 这个决议的核心内容 这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俄罗斯 立即撤出侵略乌克兰的 那么在这个表决过程当中 有141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中国投了弃权票 那么投反对票的呢 有俄罗斯这些当事人 白俄罗斯 叙利亚 朝鲜 你看这些都是中国的盟友 马里 尼加拉瓜 厄利特里 都是这些垃圾国家 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部长库勒 他对联合国通过这样一个决议 他发表了评论 他说在近代历史上 善恶之间的界限 从未如此清晰过 面对一个只想生存下来的国家 另一个国家却要杀戮 搞破坏 所以联合国大会上 大多数国家 旗帜鲜明的要求 俄罗斯立即撤军 那么这对于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 是一个支持 那么昨天通过的这个决议 并不是联合国大会 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的表决 在2022年的10月 联合国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的这个决议 在2022年10月 联合国通过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 乌克兰领土的企图 他当时的标题是 乌克兰领土的完整 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决议 当时是得到了143个国家的赞成票 同样 俄罗斯 白俄罗斯 朝鲜 叙利亚 尼加拉瓜 等五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中国同样投了弃权票 所以说在联合国两次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当中 中国都投了弃权票 就中国呢 不赞成人们谴责侵略 所以这个才是中国有关乌克兰问题立场的基本底色 就是反对多数国家 世界上的多数国家 大多数国家 谴责俄罗斯侵略 这才是中共的这个基本立场 你看一而再再而三 那么昨天表决通过之后 欧盟外交负责人 伯雷利 他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他说今天表决的结果显示呢 并不是西方在反对俄罗斯 你看141个国家里面 大部分并不是西方国家 所以说反对侵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的责任 是最基本的价值观或者道德观 那么在这样一个按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外长讲的 这么清晰的善恶界限上面呢 你看中共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这个重要新闻 在联合国大会举行表决 要求俄罗斯尽快从乌克兰撤军这个决议的几乎同一时间 中共呢他发布或者公开了他所谓的乌克兰问题的这个和平方案 那么中国这个方案的一共有12条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呼吁停火止战和启动和谈 提出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各方保持理性克制 不拱火交由不激化矛盾 避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 支持俄乌相向而行 尽快恢复直接对话 逐步推动局势缓和 最终达成全面停火等等 一共是12条 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个12条 乌克兰问题的这个建议也好 或者和平计划也好 LT想做六个方面的评论 因为今天呢是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整整一年 所以今天呢全球的主流媒体都在关注这场战争 那么LT的对中共的这个12点这个和平计划 或者是和平建议的第一个评论就是 中共呢他自己可能也盘算错了 这个时机啊没算好 弄得非常尴尬 因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中共既要在联合国上去为侵略者抗护 去保护侵略者 去为侵略者站台 站在了全世界少数国家的那一边 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但是同时呢又要道貌岸然 在北京发出一个和平建议 所以这个就非常滑稽 非常可笑 就同一时间在国际场合是黑脸 同时呢在中国国内呢又展示出一种小白脸 所以这个呢 LT觉得呢 这个可能是中共外交部啊 这个时辰呢没算好 弄得自己很尴尬 在同一时间扮演两个完全相反的角色 也许中共认为呢 它在联合国为俄罗斯站台 与在北京宣布这12点计划是统一的 不矛盾的 但是给世界的感官就是 中共一方面支持侵略 一方面提出和平计划 所以这个时间点让中共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 显得非常尴尬 那么第二个评论呢 就是LT的一贯的观点 就中国在俄罗斯问题 侵略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它缺乏一些基本的立场 就中国从去年2月24日以来 中国从来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而且中国从来没有把俄罗斯对邻国的军事干预 称为入侵 就它的定性 中共的这个定性是反和平的 它支持侵略者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定性 中共呢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情况下的 它就谈不上所谓的和平了 所以说它这个12点和平计划的硬伤 就是它弄不清或者是歪曲战争的性质 这个战争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侵略 那么中共呢连这个战争性质他们都弄不清楚 所以你去谈和平就毫无意义 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观点 这个不是FT的观点 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就是 中国要求乌克兰停火的呼吁 就是12点和平方案 遭到了基辅的拒绝 这就很重要了 就中共提出来他这个乌克兰问题的这个12点和平建议 立即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坚决反对 那么乌克兰是通过他的总统顾问发表的评论 泽连斯基的政治顾问 他在声明中说 任何包含停火的和平计划 以及因此新的分界线和对乌克兰领土持续占领 都不是关于和平 而是关于冻结战争 乌克兰的失败 俄罗斯总处灭绝的下一阶段 乌克兰众所周知的立场是 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回1991年确定的边界 那么他这段话呢 实际上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中共的12点和平计划的错误 的立场 就乌克兰人很敏感 就是中共提的12条 它实际上是为了冻结现有的这个战争 就现在俄罗斯占了多少 占了百分之乌克兰 百分之二十领土 占了也就占了 冻结了 现在谁也不打谁了 维持现状 然后再来谈判 所以中共提这个方案 冻结这个战争的方案 而不是要求俄罗斯撤军这个方案 它是在侮辱中国人自己的智商 乌克兰人很敏感 你12条谈来谈去 你不谴责侵略 你要求冻结 占了就占了 好像是让俄罗斯见好就收 你这不是站在侵略着一个鼻孔去出气吗 在中共发布这个12点和平计划的前一天 俄罗斯也讲出了这个观点 俄罗斯说 只要西方乌克兰现在停止攻打俄罗斯的城市 那么就可以立即实行停火 就可以来进行和平谈判 那么俄罗斯的观点的本质是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他已经宣布他已占领的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四个州是俄罗斯的领土 就说你现在你不能打了 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就来实行和平 那么中共这个方案呢 他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宣传俄罗斯人的立场 我也不打算再占领多的领土了 就到此为止 20% 这一次吞并20% 所以这个乌克兰人呢 对中共的这个12点方案 是迄今为止 LTA看到的国际各个方面对中共这个方案评论 他们是最犀利的 他们一针剑血的指出 中共就是想冻结这个战争 而不是让侵略者撤退 所以乌克兰人当然不会接受 所以乌克兰人还是很聪明的 那么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 也不是LTA自己的观点 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他对中共的这个12点什么和平方案的评价 他说中国没有多少信誉 因为他们无法谴责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 所以这个北约秘书长 他这个判断就更简单了 他说不要听中国的 中国你要开口讲话 你首先你要谴责非法入侵对乌克兰的 你如果不谴责非法入侵 你来谈这个什么和平计划 与俄罗斯人提的什么方案建议 那不完全是一回事吗 所以北约呢 是肯定不会上当的 那么第五个方面分享的 也不是LTA的观点 是纽约时报观点 是初百亮 那么初百亮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 也被中共的驱逐 吊销了这个签证 初百亮呢 也是一直关注这个频道的 所以大家的评论呢 他也能看到 初百亮今天写的这个文章里面 对中共的这个12点和平方案呢 他的解析呢 就更全面更完整 就纽约时报他认为 中共的外交部提前一个星期预告 说习近平要宣布 乌克兰和平计划 吊足了各界的口味 因为中共很少这样提前预告 想来憋出一个大招 但是呢 在周五呢 中共一公布这个12条方案呢 让各界大肆所望 实际上本来不应该对中共抱以期望 但是总有一些人呢 因为中共他也反常了 他提前一个星期来做这种预告 人们看到的呢 大肆所望 那么纽约时报 他的基本感觉呢 就是说 他这个12条的计划 没有一点新意 都在重复中共过去之前 从讲过的老话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就没有任何突破 完全是把过去讲的话 把它集中归纳 第二呢 就他这个不是一个方案 因为他没有执行的手段路径 还是中共的自言自语的一些议论 所以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你要提到和平方案 就是要有关要执行 包括昨天我们分享媒体的观点 俄罗斯方面也不知道 事先中共也不跟俄罗斯去交流 乌克兰也不知道 很奇怪 就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和平计划 与当时的两个国家 对他们保密 现在好像要揭盖着 所以纽约时报 他这两个评论很尖锐的 第一是 就是老生常谈 第二 没办法执行的 没有执行路径 纽约时报在评论当中 进而他指出 尽管中共第一条提出来 各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应该得到切实保障 但是呢 他就是不批评俄罗斯 吞并乌克兰领土 你既然得到 应该得到保障 那么现实情况是 俄罗斯侵害了乌克兰的 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所以中共这个调门 起得很高 但是呢 他展现出来 他的内心 他的行为呢 又很猥琐 他又支持侵略 又支持侵害别人的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 所以你看这个纽约时报 他还是有水平 他没有被中共这个 开始的这个高调 所蒙蔽 因为你高调之后 没有接的了 高调下来就是 为侵略者辩护 所以说 你那个起的那个高调呢 那是一个很虚伪的 虚假的 那么纽约时报也注意到 就中共的12条 他充斥了一些 对西方的不满 对普京的同情 他的核心思想 体现了为普京帮忙 所以说国际舆论呢 对中共这个 所谓的和平方案呢 是不买账的 那么第六个评论呢 是LT的观点 就中共提出这种啊 12点和平方案 这是中共一贯的伎俩 就中共历来是把这种 与西方的所谓的和谈 他们是当武器在使用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 之前的朝核问题的 六方会谈 中共从来没有认真 去阻止朝鲜 拥有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 但是中共呢 把这个六方会谈呢 作为掩护朝鲜 拖延时间 同时趁机夹杀一些自己私利 向西方讨价还价的 一个平台 无休无止的搞六方会谈 那么西方上过中共一次当了 所以中共再提这种 什么几方会谈 西方不会再上中共的当 所以中共这次12条 假如说要在前些年 西方与中共的关系啊 还没有破裂 还没有看穿中共的时候 上中共当的话 那中共又像六方会谈一样的 弄成乌克兰和平会谈 没完没了 来掩护俄罗斯 做更多的侵略 所以总的来讲呢 LTA感觉 习近平或中共 这次提出来 12条乌克兰的和平方案 毫无悬念的演砸了 就一点悬念没有 他公布之前 相信多数网友也会认为 他会演砸的 没有什么效果的 所以他这次一次 毫无悬念的演砸了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 这个重要新闻 是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今天发表一个观点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一周年之际 梅德韦杰夫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他首先预测 说俄罗斯在乌克兰 这个战争最终会取得胜利 那么俄罗斯胜利之后呢 乌克兰被迫与俄罗斯 签订一个松散的协议 就你不签也得签 那么俄罗斯胜利以后怎么办呢 梅德韦杰夫讲了 要继续的把波兰的边境往后推 就现有的波兰边境保不住了 要占领波兰 即便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 那么俄罗斯呢 也不会把它当回事的 所以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都报道了这么一个 很劲爆的这样一个新闻 这个不仅对乌克兰有想法 对波兰的这个领土也有想法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我听着想出一个方面的评论 尽管梅德韦杰夫 曾经是俄罗斯的总统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 梅德韦杰夫当总统 只不过是普京 为了应付俄罗斯的宪法 延长他个人的政治生涯 找了一个道具 找了一个木偶 让他临时 在总统的位置上 做了一届 然后普京再接着 做他的总统 那么梅德韦杰夫 甚至呢 还不是普京的密友 他就是一个普京认为 最容易控制的人 所以这么一个人呢 他在国际外交事务当中 没有人把他分量看得很重 但是自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以来 梅德韦杰夫呢 成为一个最刺耳的小喇叭 包括他多次来威胁 要发动这个核战争 包括他多次散布这个假新闻 明明是俄罗斯失败了 他宣布胜利了 就成为一个笑话 那么LT对今天 梅德韦杰夫宣称呢 打完乌克兰 要去打波兰这件事 LT觉得呢 梅德韦杰夫就是普京的赵立坚 就习近平的赵立坚 他给外界带来什么印象呢 第一是疯狗 第二是毒蛇 第三是小丑 你看梅德韦杰夫啊 他就扮演的与赵立坚的形象 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他这种夸张 嚣张的这样一种言论 能不能帮到普京呢 或者说赵立坚的那样一种啊 夸张的表演 能不能给习近平加分呢 显然是不可能 所以说站在反对中共 反对普京的立场上 实际上 人们是希望赵立坚呢 多待在那个位置上 是希望梅德韦杰夫能够被重用的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昨天在英国伦敦 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 门外的这个道路上 有一个NGO组织 民间组织运动团体 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由驴子来带领 那么这个团体呢 四个成员在那个宽阔的马路上 他们用油漆刷了一面巨大的乌克兰的这个国旗 那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 这个组织发表声明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提醒俄罗斯人 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拥有一个一切自觉权的民族 就你俄罗斯人呢 你不要认识不到这一点 你去侵略人家 人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不能够侵略人家 所以在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门口那条马路上 画了一面面积有500多平方米的巨大的乌克兰的国旗 当然这件事呢 我们会鼓掌 但是它毕竟影响交通 也让有一些行人的车辆染上一些油漆 所以说英国的警察呢 昨天呢就逮捕了这刷油漆的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因为他们涉嫌损害和阻碍公路 但是呢这个组织呢他也向这个媒体做表示 他说我们刷油漆啊 这个事呢是一种道路艺术 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宣扬 那么所用的油漆呢 是无毒无容忌 快干可实用的油漆 而且呢很容易清洗 那么相信呢被这个油漆 沾染上的车辆啊 或者行人呢 也许会对这项活动的谅解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布林肯称台海危机 非中国内政对全球经济有毁灭性后果 这个报道中称 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已经成为近年国际担忧的议题 中国始终公开宣称 说这是中国的内政拒绝外界的介入 就是说中共他一直强调 我打不打台湾 我与台湾的矛盾是内政 你别人都不要管 那么对这个观点呢 美国之前呢 他是强调要维护台海的现状的和平 同时呢美国根据他的台湾关系法 要对台湾的安全提供保障 那么中国说这是我的内政 美国说呢 我对台湾有承诺 这是过去的一种叙事方式 那么美国他最近找到一个新的理论 就是干预台湾事务的新的理论 就是你台湾的这个冲突啊 他不是你中国的内政问题 他会影响到全球 所以就增加了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这种法理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论述 美国人是怎么讲的呢 他这个逻辑链是怎么形成的呢 布林肯他们就找到一个新的这种说法 新的逻辑链 他说你看这次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 你能说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问题吗 许多远在欧洲之外的国家 例如日本韩国都加入了支持乌克兰的行列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知道 俄欧冲突的恶果不只会对欧洲造成影响 此外这也基本原则上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入侵者可以不受到反作用力的话 形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让其蠢蠢欲动的侵略者 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也就是说干预这样一种啊 俄罗斯的侵略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本能 那么布林肯他提出 促使各国以目前形势团结起来的因素之一 不仅是为了支持乌克兰 也必然设想到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为 包括未来某一刻动用武力 且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伤害力正在积累增加 这也让中国不得不把俄罗斯付出的巨大代价 纳入考量 布林肯强调 全世界如此关注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这不是中国声称的内政 而确确实实是全球性的议题 因为每天通过台湾的贸易 有关智能手机洗碗机汽车等产品需要的芯片 一半以上是由台湾制造的 因此要是台湾受到中国侵略 发生危机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LT觉得这个新闻看似不大 但是意义非凡 因为它为国际社会 为更多的国家来关注台湾问题 更多的国家来遏制台海冲突的爆发 它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 因为之前你看台海问题主要是美国参与 欧洲袖手旁观 欧洲为什么袖手 欧洲没有理由 它既不是地缘冲突 也没有对欧洲有什么实际影响 美国是没有办法 美国是因为有个台湾关系法 有对台湾的战略保证 那么美国人发现了新的逻辑 为全球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国家加入来维护台海稳定 遏制中共发动对台湾的武力侵略 这个是意义重大的 就不要看这个说法是一个新的观点 但是它对台湾问题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重大发现 所以RT高度评价 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有关台湾问题的理论 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讨论一个非常劲爆的大新闻 就习近平呢 他在上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确定了说马上召开中共二中全会 二十大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呢 主要审议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 那么RT呢之前做过一期这个评论 说习近平他自己认为的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轮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了登场了 那么习近平他所谓的第二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呢 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那么这两天香港媒体呢 就有所透露了 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的议论 那么根据中共方面对外 魏德料他们散布的一些消息 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中全会上 他们讨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或者最主要的内容是要成立中央内务委员会 那么中央内务委员会是于国务院的一个平行的机构 它不归国务院管 那么这个内务委员会 它的组成是什么组成呢 就是把目前隶属于国务院的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包括移民部等等 要把它拉出来 装在这个内务委员会里面去 这个内务委员会是直属习近平的管理 它不归国务院管 也没有明确说归中央什么哪个围管 它就习近平管 所以这个消息呢 还是非常劲爆的 LT在第一次听到说中共要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呢 只是能够猜想到习近平会加大他个人的权力 加大他权力的集中和集权 但是具体他有什么动作 并不清楚的 那么这两天香港媒体披露的话呢 就让我们更直观了解习近平想干什么 那么据中共他对外为的料呢 称这个内委会整合公安 移民 户籍 交通 反恐 反间谍 甚至民政部的社会组织管理等功能 这个超级委员会 既借鉴了中共建政支出的内务部 也吸取了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功能框架 那么对于这个大新闻 LT想做五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LT认为就这次成立内委会啊 是习近平所谓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也是习近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轮的这个主体动作 那么我们就来一起首先回顾一下 就习近平他第一轮习近平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习近平在十九大三中全会上 也出台了一个所谓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 尽管在那个方案洋洋洒洒洒写了很多内容 但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最直观影响的 就是成立国家监察委 他也是习近平第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 尽管这个改革呢 人们认为是往好了做 或者是往开放了改 他不是的 在习近平看来 他只要是改变过去的做法 不管往哪个方向改 是倒退也好 前年也好 习近平一律成为改革 所以第一轮习近平的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 他实际上本质是一种倒退 他怎么倒退呢 他把国务院属下的这个监察部给他撤销了 然后呢 在中纪委下面设立一个国家监察委 那么这个监察委既有党内的这个监督 也有党外的这种监察 但是呢 这种改变呢 与过去不同的就是 国务院没有反腐权了 就国务院呢 完全是一个被监督的机构 他不能够有反腐权了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副国级的监察委 这个超级权力这样的机构 他没有隶属机构 他既不明确隶属中纪委 也不可能明确是国务院 他是个副国级机构 他直接隶属于习近平 所以怎么看监察委这个呢 LT觉得要历史来看 他更像是明朝的东厂 就监察委啊 他本质上还是习近平 只管的一支秘密警察部队 或者秘密警察 那么这个监察委的成立 有助于习近平 对整个中共权力体系的监督 就每一个官员 要治愈习近平的这个监督下 他是通过这个监察委的 那么过去国务院 也会参与一部分这种监督 但是这次完全剥夺了 国务院的这个监督权 那么为什么说是一种倒退呢 他这种倒退就是这种监察委呢 是不受制约的 不受法律的制约 也不受共产党体系的制约 也不受行政国务院的这个体系制约 他只受习近平个人的制约 这个当然是一种倒退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次的内委会的 这个所谓的成立设立 是习近平的第二次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他这次也是如法炮制 再次将隶属于国务院的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包括一些世界的民政 世界的移民 世界的交通的一些职能 全部从国务院拉出来 拉出来成立这个法外的院外的这个内委会 这个内委会隶属于谁呢 又隶属于习近平 他既不隶属于中共党内的某一个委员会 某一个体系 也不隶属于国务院 他就隶属于习近平 所以权力逐步逐步个人化 而且是监察委也好 内委会也好 是没有人能够监督的 他只听命于习近平 所以所谓的这种改革 所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所谓的习近平的政治体制改革 他就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进一步的垄断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评论的是 你如果从监察委的改革 到这次内委会的成立 你大体上可以看出习近平所谓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脉络 他还是非常清晰的 习近平对政治体制 中共的政治体制动大手术 他的基本脉络是什么呢 斯大林化 他现在在照搬斯大林 所以说西方有些研究习近平的 与中国国内民间对习近平的议论还是不同的 就西方研究习近平问题的 有一种理论就认为习近平 他更像是在模仿斯大林 而不是毛泽东 因为中国国内的普通的网民 对斯大林的了解 特别年轻一代了解很少 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舆论 总愿意把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比 但是习近平更接近于斯大林 就毛泽东他还有一些文人的情怀 他还有一些浪漫主义 他尽管也是希望独裁 但是他总想扮演一种 他总想追求人民都说他好 习近平他是有点愣 有点恨 他不在乎 他也知道老百姓都在骂他 他也知道大家都在取笑他 但是他用更狠的这种管制来回应 他的手法上来讲 某种程度上比毛泽东更凶残 那么这个内务委员会 为什么说是一种斯大林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斯大林在1934年 他成立了内务委员会 这个内务委员会呢 包括国家安全总局 边防军和内务部队总局 劳改营管理总局 民警总局 消防局 公路管理局 档案局 你看这个与中共的这个 立定当中的这个内务会 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连功能设计上都完全一致 那么苏联这个内务会 最臭名昭著的是 他参与了苏联共产党 多次大清洗运动 什么抓危害社会主义分子 富龙反党成员 他们猖狂的什么程度呢 就连苏联共产党抓的人 抓到监狱的人 这个内务会 他们都有一群 直接扔手流段 扔到牢房 所以苏联人谈到内务会 这段历史的话 给苏联人带来的是 非常痛苦 非常残忍的记忆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评论 LT认为呢 他这个内委会的成立 习近平是有他 初心积虑的考虑的 他也是很有他的套路的 就很多人认为 习近平傻蠢 蛮横 但是习近平在权术方面 就权力的攫取 和权力的控制方面 他又非常公欲心计 你看他第一次所谓的政改 他成立监察委 成立监察委之后呢 他实际上是有了一个东厂 有了一个秘密警察 他主要目的呢 是控制官员 必须忠于他 这个是监察委最直接的效果 那么内委会呢 就是习近平另外一个 下得更大的棋 就是要怎么控制民众 监督每一个老百姓 你看监委会与内委会 对习近平来讲 就一个是自观 一个是自明 所以这个内委会 对于每一个网友来讲 可能都是切身相关的 你不要看 这个是习近平的事 或者是他也真的折腾 我数月静好 这个他就是来管 这些数月静好的人的 这个内委会 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 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讲 内委会比监察委的成立 更值得你去关注 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评论呢 是习近平呢 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 他像个和尚念经一样的 总是念念有词 安全不离口 就大家都在讲 习近平为什么要 这个安全念念有词 你看通过他一步一步的行动 你才发现 成立监察委 成立内委会 他实际上讲的安全呢 是担忧他的统治集权的安全 他为了解除他的这个精神内耗 怎么来个让他增加执政的安全呢 他就是把权力越来越集中 而集中在他个人身上 他才感觉安全 所以习近平念念有词的安全 最后的结果呢 就导致了至关的监委会的成立 和知名的内委会的成立 但是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习近平个人身上 能不能给习近平带来更大的安全呢 显然不能 因为你监委会内委会 也有人想干掉习近平呢 那么习近平他当然他有一个心理安慰 我用自己的人 你比如这是内委会 内委会现在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评论 很可能是王小红 就现在公安部长啊 他来担任内委会的这个主任 这个就安全了 但是你这个本身会给习近平带来不安全了 因为在王小红之上 之前有陈文青啊 有中央政法委书记啊 那么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他不是习近平的嫡系 那么这个新成立的内委会呢 很大可能呢 习近平他不会让陈文青来干 让他的更幸福的这个王小红来干 那么陈文青呢 他可能就会成一个虚职政法委 甚至是政法委有可能会被撤销 并入这个内委会 那必然会导致陈文青那样一组人马 他会有失落感 那他就会形成对习近平的个人安全的就会一些潜在的威胁 所以说你这么越怕安全 越集权个人身上 这个集权过程本身都会带来制造一些新的不安全 但是习近平个人的恐惧呢 他是让人民让国家付出这种代价 通过这种恐怖政治恐怖的治理管理 他会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禁锢和管制 那么第五个方面的评论 LT认为就习近平他成立监委会也好 内委会也好 看似权力集中 看似巩固了他个人的这种权力和控制力 但是呢 他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 就是这种历史上这样一种暴君独裁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实际上他就是在这样一种 越独裁越怕死 越怕死 越残酷镇压 残酷统治 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形成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习近平成立这个内委会最大的担忧 他就是走上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他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来自于他危害了社会利益 危害了每一个人利益 他知道人民对他不满 这个不是人民先讨厌他的 是他先侵害了人民的 那么他解决的办法呢 他是用更大的对人民的伤害和统治 残酷的镇压管制来解决他这种担忧 那么这种恶性循环 他会越来越伤害人民 所以这是我们分析这个新闻事件的意义所在 大家应该看到这一点 以上就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